南投县第一所子灾职能复建专折医院 日前由普利基督教医院挂牌成立 日前在县府秘书长及多位医院的见证之下 正式揭牌起用 南投县政府为了协助子灾劳工能够渡过难关 我们也成立了子灾劳工服务的窗口 只要我们知道了子灾发生的讯息 我们就会启动主动服务的机制 对于职灾劳工的权益保障 还有他所面对的后续的处遇 我们都会积极的来协助 先元舒玉成表示 民众在遇到职业灾害时 要灭你的问题非常的多 不仅是权益的部分 对于附建的路也是相当漫长 感谢普利基督教医院 愿意承担职灾职能复建医院的责任 嘉惠达普利地区的乡亲 他们遇到问题需要有保险 有职灾来复建 而且复建的路是蛮漫长的 需要有人来陪伴 来谢谢普吉 来愿意来协助这个重则大任 先元吴国昌表示 在职灾职能复建专者医院 起用之后 未来针对职业伤害者 也有一个专门为他们服务的医疗院所 也可以帮助更多面临 职灾的民众 更专业的复建之路 先议员陈宇军表示 南投县政府与普利基督教医院合作 帮助受到职业灾害的民众 能够早日回到职场 并且针对一些个案民众 也辅导他们找到适当的工作 对于职灾家庭来说是一大福音 南投县政府跟我们的普利基督教医院 这样子的一个合作 那让我们这些曾经遭受过职灾的劳工们 能够尽速的回到他的工作的职场 那对于可能在受伤之后 那工作环境不是很适合的 那也有另外一个补助的办法 让他们能够重新打造 为他们一个可以适合的工作环境来工作 所以我觉得对劳工朋友们来说 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副医长潘一泉肯定先附与普利基督教医院 合作推动职灾职能复建专者医院的用心 帮助大普利职灾家庭 能够早日回归正常的生活 记者 陈伟一 普利征采访报道